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 自己呢,可以手工制作出来一个金属质感十足的一个指尖陀螺 嗯,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视频一个订阅哟 我们所需要的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超低溶点的金属甲 那么这个金属甲金属的话呢,是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手工DIY制作的一个小的套装当中能够得到它 嗯,这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吧 为什么它可以放到这边用呢?就是因为它的溶点非常的低 它的溶点呢,只有30摄氏度左右 大概是水温的话呢,差不多接近我们比皮肤的温度稍微要低一点的话呢,就会融化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金属放在我们手心当中的话呢 有可能就会在我们手心里融化成了液态的金属 那我们所需要的其他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轮轴 它中间这个轴承 以及呢,我们的四周黏土 嗯,我们的四周黏土呢,是用来给它定型用的 这样的话呢,可以用到我们普通的一个指尖陀螺 去把它的形状给它拓映下来 拓映好了它的形状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金属钾去进行一个胶筑 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棒啦 我们首先先把我们的这指尖陀螺这个模型 把它好好的压到我们的丝绒黏土当中 给它进行一个形状的拓映 好了,拓映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轻轻地把它取出来 大概这个过程呢,是要在我们按压下去之后 大概是要过到我们的八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呢,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这个作用在里面 取不下来的话呢,可以再用到我们的小的尺子 把它稍微地给它刮一下 现在我们是把我们的指尖陀螺给它取出来了 现在呢,我们是要在中间 先放上我们的轴承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金属钾 好了,那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是基本上都已经是做好了 那在这里面呢,是一些温水 我要用到这个温水呢 去把我们的金属钾给它进行一个融化 我们现在呢,可以先把我们的金属钾放到我们的小的瓶子里面 先隔水加热,或者是让我们的水温呢,就可以把它慢慢的全部的融化掉了 嗯,这样的话呢,就会融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好了,那我们的金属钾已经融化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迅速地从我们的小瓶子当中把它取出来 把它放在我们的小的这个做好的模具当中 首先呢,是要把我们的模型要给它放下去 大概就像这个地方 在中间的位置,加入我们的一些它的金属钾 一定要小心一些 哇,它的颜色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呢 我们在每一个小的边角都再给它加进去一点 在旁边呢,感觉着加上去的质感有点像我们的金属钾 但是呢,它是相对来说更加的无毒一些 因为金属钾的话呢,它还有非常多的有毒物质 非常非常的酷 非常非常的酷 我们现在呢,是可以让它在我们的模型当中 相互的进行一个融化 好了,那我们的金属钾呢 现在是完全的进行一个凝固 我们可以把它从我们的模具当中给它取下来 非常非常薄的一个 可能是由于我们在加入金属的时候 加入的这个金属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没关系 嗯,我们还可以来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很好地进行一个旋转 非常非常酷耶 好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一个订阅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